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南加州的建筑学院 这个房子本身没什么意义 它是个仓库一样的东西 其实在我到美国念书的时候 南加州根本没有这个建筑学院 到南加州念书 有两个大学的建筑是很有名的 一个是UCLA 一个是USC 就是南加州大学 这两个学校 这个是名不见经断的一个学校 这个找了个破仓库办这个学校 那么这个学校变成 是刚才我讲的 那个当代建筑第一个文床 很多建筑师 当代建筑师 是从这个学校产生的 从洛杉矶产生的 在我们念建筑的时候 包含他们几位念建筑 他们几位都是我回国来以后 后来我告诉他们 希望他们到哪里学校念书 他们都到东部去念那个高级大学 没想到现在最高级是这个学校 现在的建筑系毕业生出来 现在好像你想洋伟签下 好像不是这个学校不行 不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们受的教育方式不同 是不是 这样很快的 跟各位说一说好了 这个最有名的这个 从南加州出生的这个建筑师 就是Frank Gary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人 建筑界的人很少外人会知道 但是Gary这个人大概几乎人认解之 所以因为他盖了太多吓唬人的房子了 像这个房子 其实这是比较新盖的 各位看 他要盖个高楼 这个干嘛要盖个楼盖成这样的 这个简直表面好像痛苦不堪这个 这个好像弯弯扭扭这样 有很多窗子不知道怎么开发 我像我看这个时候 我就在想你们可以想像 如果一个人住在这里 他这个窗子这样凹下去 那个他那个窗子怎么开啊 我家那个窗子完全变成这样 有些地方还可以 有些地方简直不知道怎么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我很佩服这个业主 他接受这种房子 而且这个房子因为贵很多 贵非常多 因为他跟个平的 因为每一寸都不平 他每一寸都不平 而鞋度也完全不一样 也不能不佩服他 他直接出这个花样 本来这种建筑 这种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艺术类的建筑 是在这个大部分 在这个文化性建筑上 像博物馆 像这个顶多图书馆 图书馆都很少 博物馆或是这类的建筑上 很少在居住的 就是独栋反而是有没有问题 可是这种集合作战通常很少 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是怎么样他放弃理性 当然这个他最重要的一个作品 大家最有名的作品 就是这个古墩亨 西班牙的古墩亨 这个是人尽皆知这个建筑 因为这个全世界最早 可以说大家说熟知的一个当代建筑 这个建筑是没有人看得懂 这个建筑是怎么会是 为什么要盖成这个样 谁也不知道 我就开始感觉到这个 Garry做东西很像 这个感觉很像太空垃圾 好像这个太空船什么之类的 要掉下来了 摔烂了 他根本就不管你里头是什么东西 他就是弄一个造型 我想这怎么造型 这个当然不是真正太空垃圾 可是我想他的设计也一定是弄成泥巴 做一些模型 然后向地上一摔 摔成什么样的 就是什么样 那么这种建筑 这种建筑在我们那个时代是不可能 为什么 你怎么会盖呢 你盖不出连图都不会画 你怎么画 是不是 它现在很简单 他就把那个烂泥 拿那个泥巴那个模型拿来 然后扫描 电视机扫描 然后很快 这个图都出来了 这个都坏就坏在这些电脑 城市师的手上 他们搞了那么多好的软件 就搞了一个建筑师 都可以随便做了 是不是 可以随便做东西 就不需要理性了 我不晓得你们在座的几位 这个你们如果说觉得你们看出个名堂来 等一下你可以补充一下 我实在看不懂 我为了这个事情 我亲自去看了一下这个房子 盖了没多久我就去了 一里外外看一下 里头的展览空间 我本来因为是不是特别一点 一点都不特别 简简单单的是房型的 你走进去 就是跟那个一般的盖子一模一样 而且还不如一般的盖子 好用 走进去 这80%的钱都浪费了 真正做空间 为了它那个空间 来展览的空间来用的话 真的 五分第一的钱就 可以盖出来 不过我告诉各位 这个钱反正是当地政府出的 这个当地政府高兴得不得了 为什么 比尔堡这个地方 是西班牙一个落后地区 当年一个老式的一个工业城 那已经是没有希望了 经济已经摔出了没有希望 自从盖了这个馆以后 它又发达起来了 因为所有来这里的人 都是看这个美术馆 看美术馆不是看美术 我看美术馆 刚才看这个美术馆 为什么天下有这样的怪物 连不学见的人也要来看 其实是那个内容没人在乎 在乎就是去这里看 看这个房子 然后转转以后 有个很好的咖啡馆 喝杯咖啡就可以走了 那这个可值钱了 这个可值钱 这个样子可值钱 所以建筑的造型开始有经济价值 现在都讲究文创文创的 这个就是真正的文创 可是我们台湾怎么能讲究文创呢 那两个钱都舍不得花 是不是 这个需要投下去这个钱的 是吧 造个怪物 而且这个时机要成熟 你像这个就没有那么大的行李 因为它是第二个 看上去差不多的 对于一个外行人来看 也是没有改了一个 好像以为一样的 这不行 啊 像 他出的花样可多了 这个房子 这个是要表达这个建筑物的丑陋的 我们平常说一个建筑物 东倒西歪 这是伪装建筑式的 是不是 好像打伪装建筑一样 我们今天打个伪装建筑 我们觉得不好意思 其实他们那个伪装建筑精神 就发挥就发挥在这里 你看到吗 会加一个让你感觉到是破烂 这个是从艺术家的观点来看 这是告诉你讽刺你 告诉你在你这次装模作样的 这些以学院派的人的面前 我告诉你建筑不是什么回事 建筑就是像我这样子 是东倒西歪的 是住人的 你们在弄什么花样 它是一种抗议性 琵琶性 可是你要是没有抗议的感觉的话 你就会觉得这么难看 所以就看你这个心情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就是当代建筑 一种整体的给人的印象 这个其实这个花样更多 可是这个很少人知道这个房子 因为它盖的地方是在 明尼索达学校的一个博物馆 美术馆 这个老实讲 我站在那边我去看过这个美术馆 我站在那边看了很久 照相也照很多 怎么样揣摩不透 它是怎么弄的 你看它这个有的是方的 有的是曲线的 有的是歪的 有的是正的 就好像拧在一起 有方筷子 拧在一起弄一下 这个里头的空间一点用都没有 大学美术馆这个跟一般的美术馆又不一样 它比没有这个需要吸引观光客的这个压力 为什么一个大学美术馆会这样做这件事情 所以可见它这个影响力是很大 因为大学美术馆没有 这个应该大学的这个 我都不知道 明尼索达的美术系老师 怎么跟学生去解释这个美术馆为什么要盖成这样 各位看着是不是你家门口那堆垃圾堆 像是你家门口的垃圾堆里面 旧报纸 破布 撕地乱七八糟 堆到那里 都不打扫一下看上去 这就是西亚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建筑 它是有些音乐馆有一个表演中心 有一个博物馆 好几个东西合在一起 我告诉各位我这么大年纪人 我跑去看那些干涉 因为我真是很想了解他们一下 我想我这不大福气 难道我这个头脑是怎么样的 这都不行了吧 我去了解他们一下 所以我这个房子简直 我看了那个照片的时候 我说我这飞去看看不可 我就到美国拖着我女儿 我说陪我去看一看 我们从加州专门去跑去看这个房子 房子里里外转了一圈又一圈 我女儿问我 当然她跟我这个房子照了几张像 然后她问我你看了满意吗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不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啊 是我真的看完了还是不懂 我也不太知道这个 他们这个市政府 用什么观点来做这个判断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 不过这个确实是一个 证明了我说的 它是用堆垃圾的方式来做设计 总而言之我搞不清楚了 真的是我们这个时间 seperti一个阅靡 Ook还有第二 Op 每个人都消失了 年转了 一集刻就靠之高 知你 就不革瞎 体 rises 为什么 别闹 ura